沈建宏,是原界尬演技,半丑不怕粉丝跑光光。 中天电视金钟系列电视电影《阿清,回家了亲》,29日举行上当记者会,邀请剧中演员王炫、沈建宏,是原界、王悠言以及导演周美龄等人出席宣传, 该戏以妥弱杨青杀人案件为主轴,反映台湾社会议题。 沈建宏与世原界都是偶像团体出身,两人转战戏剧圈丝毫没有偶像包袱,沈建宏坦言拍戏让他吃足苦头,还为此增跑, 他开玩笑说,在戏中又丑又跑,很担心粉丝都跑掉。 反而是原界不担心粉丝跑光光,他笑说,之前演过很多角色,所以粉丝都可以接受很多变化。 期许自己未来能再接演具有挑战性的角色。 阿青,回家了首映记者会的现场,释出五分钟的精彩片花,让观众能马上感受到沉重的社会议题, 沈建宏看完有感而发说,采五分钟的片花,我就已经犯累了。 王炫则直谱,完全不敢看。 他情绪又涌上心头。 王炫在剧中饰演房妈妈一角,第一场戏就要诠释如何面对三个孩子丧命的悲痛, 他说,在拍那场戏之前没有任何的感情累积,所以很难演。 王炫自我要求甚高,透露有一幕是原界对他下跪求情的戏, 他认为台词不够到位,所以与导演不断沟通,让求情桥段更有戏剧张力。 阿青,回家了探讨妥论事正议题及社会人文黑暗的显示面, 导演周美玲表示,在台湾戏剧圈中,从没有拍摄过相关的议题, 这是第一次,我们挑战这个表演难度特别高的一种疾病。 周美玲直夸沈建宏把妥瑞症诠释得很好, 因为没有太多相关题材可参考表演, 沈建宏只能从网络上搜寻真实影片参考, 也不断与导演讨论怎么去呈现, 沈建宏笑说,第一天拍完脖子就发炎, 甚至感觉有斜肩的状况, 等到杀青后才去整集按摩, 沈建宏对于肩密戏印象深刻, 表示拍摄当天心情很沉重, 导演还临时加台词, 让沈建宏瞬间暴哭, 必须要哭完, 才能很平静讲出那句台词。 至于是什么台词?